因投手呢独撑到底 所以他们也在场边辛苦的做准备 这时候锅里 哇 这个球151 试了一局 之后的比赛都是在场边待命 这个球 人应该是晓得 这个球还是用速球跟打进 刺墙 看这个球 扫到了 场上投球是接替蔡松南的锅里 走 150公里 非常的有力 这个球挥空 分齐败了韩国队 看这个球 九局上半两出局 没有好球 一坏球 在投球上 一好两坏 这个球 大半准决赛 对 他一场出局 这个球打到了游击方向 游击手传二雷 看二雷手的手势应该没有问题 是一个 奥特 比赛结束 中华队 守住最后的城池 玻璃坚夫 帮助了中华队 稳住了战局 最后封杀了一连网 二连网的跑者 让中华队打进了前四强 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的行业